哈喽大家好,我是神妹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非常可爱 而且俏皮的一款发型 这款发型呢叫半渣的马尾 因为它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发型 因为它非常的俏皮 也非常的小女生 然后也非常的 怎么说呢 显得发量很多 是我们这种他头新人的首选 对,所以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做这款发型呢 只需要用到一个工具 就是 夹板 对 你看像我们这种他头的人 头发就比较软,比较细 所以它就会容易贴头皮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需要用到夹板把它整体蓬松 对,做一个这样的处理 基础处理 其实这款头发最好的就是 从底下分成两部分来夹 上面的一部分先把它粘起来 用不到 底下这一部分就好 分成两半 搞到前面 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 但其实这款发型 它所用到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再多分几次 选择不同的区域的头发 因为你只要选择太固定的话 它头发就会像这样很死 就做到那种自然且浓松的效果 而不是像那种水锅纹 虽然是一个水锅纹的假发 但是其实它又只是起到一个 把头发变得蓬松的一个效果 就做下边的一层打底就完了 然后现在做上面这一层 上面这一层呢 谁要反过来一次拉到底 反过来之后 选择一个照 一反一正正的假 对着镜头去夹头发 真的是特别高难度的一种 为什么要选择一反一正正的假发呢 是因为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自然一点 而且夹这个头发 夹这个头发不需要太多的纠结 像你夹的这种卷 哪怕它没有夹得特别好看 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始终是要扎起来的 你所做的这些 全部都是为了 你的头发扎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大概的形状 而并不是像那种 你要散着散着披发 然后就会需要你头发 有非常强烈的那种形状感 这个头发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头发是非常适合 像我们这种手弹板 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 扎发的环节了 从你的耳朵上方这样 两只手一起 把头发召起来 扎到头顶 底下留出就我们的头发 扎着呢 然后我把梳子 随便给它梳一梳 这个头发的精神就在于 你要把你的这个满尾 扎到头顶 然后要多拿几个皮尖 支撑起来 然后它这样支撑起来 这样的皮尖越多 它就越能够固定它 这是我 这是我最喜欢 然后平时穿的最多 又最方便的一个发型 分享给大家 而且顺便说一句 这个发型 穿这种小高领 是最好看的 穿那种原理呢 没有小高领更好看 所以如果你穿这个发型的时候 最好最好就是穿一件 小高领的毛衣 拜拜 得云